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14 这模拟题的第14个案例 这是一个水厂的 又是水厂 但是这里边我们设置了一些管理方面的题目 咱们读一下背景 某市新建一大型水厂因工期紧张 建设单位将水厂分为三个标段 A公司中标第二标段 本标段包括现交的大清水池和一座装配式小清水池 好 以及我们水厂内部道路及部分综合管线 合同工期一年 大清水池长200米 宽50米 高7米 沿着水池长路方向设置四道内阁墙 项目部对现交清水池中的土方 开挖电层底板测墙 顶板施工回填这些工作 做了详细的施工部署 本项目中的模板分项工程 每一检验批施工过程中后 总监理工程师都严格按照主控项目进行验收 因大清水池占地面积较大 且相对集中 项目部在施工现场安装了地泵 每次都尽量用地泵浇筑混凝土 这里边有一些知识点 你比如说奉奉混凝土的要求 我们这里边都是涉及了题目 装配式水池在现交底板背口达到设计强度后 准备进行预制臂板的吊装 那么现场道路施工完成后 项目部委托具有相应资质 竣工测量单位进行我们竣工测量 竣工测量包括什么道路啊 水池及管线竣工的纵断面图 还有建筑场地及其附属测量控制点的布置图 以及坐标与高层的一览表 题材就是这些 看我们问题 第一个 结合案例背景 减述大清水池施工如何控制成本 第二 减述本工程中大清水池模板质量验收的主控项目 这是我们的规范中有 二件教材有 一件教材还真没有 第三 项目部采用泵凤混凝土应符合哪些规定 泵凤混凝土的 第四是装配式水池吊装前 准备工作有哪些 有哪些准备工作 教材原文了 本工程俊工图附件包括哪些内容 也是我们测量当中教材原文内容 我们说一下这个测量 考试它要不然考最常识的内容 要不然就考教材原文 这测量它不敢随意出题 咱们看第一个 第一个小问题 结合案例背景 减述大清水池施工 如何控制成本 那么我们这个背景中只告诉你了 大清水池长是200米 宽50米 高7米 沿着水池长度方向设置 自造内阁墙 没有别的了 那么这个如何控制成本 我们说一下成本 咱们前面已经介绍过 在试证考试呢 首先是重技术 轻管理 那管理当中 他考的比较多的 又是什么呢 有施工组织设计 施工组织设计审批 编制 两砖 交通导型 那是第一考点 另外呢 他喜欢考进度 但是是考网络图 喜欢考合同 他是考索赔 当然也有的时候 考依考现场 无名师工这些 但是形态都不特别高 喜欢考依考安全 偶尔设计一些资料 但是对于我们教材当中的 纯质量控制 职业健康 造价管理 甚至招图标 别看考的多 但是很多题目 注意啊 不在教材以内 还有我们的成本管理 这是什么呢 小考点 尤其像成本管理 这是被我们 另提人遗忘的角落 那成本管理 往前去追 如果说从我们的 2008年停考以后到现在 严格来说 按例题的考点 只是在2013年 那年考试的时候 它涉及到了 一个问题的彩分点之一 也就是一个彩分点 可能就是一分 可能就是二分 就再没考过 整个成本管理的一章 当然了近两年 选择题在这出过这么两次 性价比很低 但是成本管理真的不能出题吗 未必 成本管理如果考试考到 它可能是另一种形式出题 就是一定要结合案例背景 你先抛开我们教材当中 对于成本管理的这个知识啊 怎么写的 你不要去想 你现在回答我 成本 成本管理 成本控制 归根到底 咱们是在控制什么 成本不就是钱吗 省钱 把这事办完了 在不影响质量的情况下 花钱最少 这就是成本控制 那么成本控制是少花钱 这里边一定记住 那也就是教材中写的那些 都是原则 但是呢 不接地气 那里边写的太虚太空 所以这么多年来 我们命题人不愿意考 但是真的要考 它一定会结合着 我们的2009年那一次考成本 那一次考的什么呢 考的是一个生花垃圾填埋场 规模呢 是应该是20万吨的垃圾能处置 然后呢 场地呢 在城销结合部 然后呢 他对针对这个大的垃圾填埋场 挖土方 说如何控制这个成本 要对于这挖土方 其实那道题目 就不是跟我们教材当中 虽然说的成本跟教材 没有任何关系 挖土方啊 你可以说是垃圾填埋场 挖土方 可以说水池挖土方 可以是泵站管栏挖土方 都一样 挖土方如何控制成本 这里边就不是教材当中的啊 这个原则 那个原则 这里边就是实实在在的 你比如土方的运据 开挖的顺序 这都是什么呢 结合这挖土方 那么本题不也一样吗 本题是一个大清水池 现胶混凝土结构 而且长200米 快50米 高7米 有底板有顶板 那底板顶板2万平米的钢筋混凝土 再加上这周圈的这个侧墙啊 你看一看 这有多少多少钢筋混凝土的量 这叫什么呢 这叫工程量大 对吗 那工程量大使用的材料就特别多 那使用的材料特别多 你是不是就得跟人家签订合同 保证供应啊 防止价格波动过大 这是首先签合作 但是你得知道工程量大 这一个大前提 因为这么长这么宽 对吗 好了 另外 我们每一段清水池工作性质相同 它设置四道隔墙 可以将清水池进行流水施工 比如模板 这些我们的支架呀 这进行一段一段流水施工 挖出来啊 那边做底板 再挖墙头 这边做我们地板 墙头挖完那段做底板 后边这段做侧墙 再往前开挖 那一段又做底板 第二段做侧墙 最早的这段做什么呢 做顶板 这叫什么呢 进行流水施工 就是尽量让所有的人都干活 都有工作们都干活 好 第三侧墙长度比较长 模板呢 尽可能给它用那种大模板 这么长的侧墙 200米 200米长 50米宽 这长度得500米 那500米 7米高 这500岩米 是不是得用这个大模板 施工周期比较长 可以提前计算周转材料的用量 你一定得算好了 尽量周转使用 流水施工周转使用 不能太多浪费 不能太少影响施工 还有清水池分段施工 能不能考虑安排开挖 与回田同时进行 有人说 那我是不是统一做实验 因为它里边有四道内阁墙 里边有四道阁墙 那么我们把阁墙上面的孔都给堵住 做一段出来 试验试验没问题 后边再做 前边给它就可以周围回田 开挖回田考虑 同时进行 至于到底能不能那么实施 它到底那么做 没有做是一回事 但是你在考虑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从这些角度 这叫什么呢 这叫体现了结合案例背景 充分的结合案例背景 那么结合案例背景 从这些角度 钢筋混凝土用量大 背景中有 然后呢 我们的侧墙长度比较长 然后呢 我们包括后边 射四道内阁墙 可以考虑每一段分段施工 开挖回田 同时进行 这都是离不开案例背景 这个虽然是在控制成本 虽然是在省钱 但是你没有看到 是成本管理教材当中 那些特别抽象的那些文字 或者说怎么看 也记不住的那些文字 特别烦 而我们这里边 你读上一遍 最多读上两遍 应该有这印象 为什么呢 这是旧事论事 考试 我们再强调一下 成本管理 如果考出来 这是一个考核的方向 教材当中的那些 他命题人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 不进行考核 他觉得教材当中的那些 成本管理 那些文字 在班上试卷 也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说 他干脆这么多年来 市政命题人 就将成本管理 从案例子给剔除了 给放掉了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么多年没有考核 再次考核的时候 咱们需要能够把 结合案例背景 我们这个能力 得在事件中 有所体现出来 第二个 减数本工程 大清水池模板 质量验收的主控项目 大家一定注意 这个是在教材中没有 这个知识点在哪 在我们二件教材 二件教材 我们就一定考吗 有一个规律 市政一件到二件教材 去拿考点来考我们一件考生 这些考点基本上 都是来自于现行的标准规范 这个知识点 是来自于GB50141-2008 二件把这个知识点 放在它的教材上了 什么呢 就是模板质量验收的主控项目 那主控项目 这几句话 这规范人员 模板及其支架 应满足胶筑混凝土时的 承载力 刚度和稳定性要求 且应安装牢固 第二个 各部位模板安装位置正确 拼分紧密不漏浆 那个对拉螺栓垫块等 安装稳固 模板上的预霉件 预留孔洞不得遗漏 且安装牢固 模板清洁 隔离剂涂刷均匀 钢筋和混凝土接茬处 无污渍 再强调一下 这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规范当中的原文 二进教材中有 而且现在考试动不动就考主控项目 而且它从来不承诺 事实地证明 不一定这种主控项目考点 就在我们的教材上 就是在规范上 那么这个支点是具备考核的 第三个是项目部采用 泵送混凝土应符合哪些规定 这个泵送混凝土呢 在我们教材上有一些 而有的点呢 在教材上现在没有描述 咱们呢统一的啊 给记一记泵送混凝土 就是混凝土的那个泵车啊 它泵送 第一个混凝土供应必须保证输送混凝土 保证它能够连续工作 第二个 混凝土的泵车度必须满足泵送混凝土的要求 泵车度不能太小 将来容易有裂缝 泵车度不能太大 这个整个泵车度不能太大 咱们教住的时候 如果太大了 是不是它有裂缝 那泵车度不是特别大 小一点好 但是太小了 那泵送送不出去 太干了 太稠了 也不行 所以说它这泵车度啊 得满足混凝土运输 布放泵车的基础上 尽量减小 得满足它 别太干了 输送管线移直 你的不管是那种我们的地泵 注意 放在哪 尽量呢 这管线应该尽量直 少拐弯 如果必须拐弯 转弯呢 以缓 尽量少那种直角接头 都是45度的 接头呢 也应该保证严密 而且泵送混凝土前 应先用混凝土成分相同的这个 我们的整个水泥浆 润滑输送管道的内壁 叫润管 准备浇住这个混凝土 比如浇住这个侧墙 那浇住侧墙之前呢 都是要来我们的一块整个沙浆 这个沙浆的墙都跟混凝土的这个级别啊 是一样的 然后呢 整个从这个泵管出去 这段进去那段出来 这就整个给润了管之后再浇住混凝土 当然润管这个我们的水泥沙浆呢 也没遭遇啊 怎么办了呢 他是把这部分水泥沙浆 都是铺在结构混凝土 比如这个时空缝位置 咱们不是说嘛 时空缝位置 讲究的是凿毛清理湿润铺浆 好 那这个时候灰浆就铺在那个缝上了 然后再浇住混凝土 这个泵缝混凝土应过间歇时间超过45分钟的时候 咱们办呢 应采用压力水或其他方法 冲洗整个我们泵管内残留混凝土 泵缝过程中啊 咱们的受料桌应有足够量的混凝土 好了 这个支点 希望大家还是稍稍留意记一些 因为什么呢 我们建造师考试啊 他总会考到一些什么 在教材上写或者没有清楚的写明 然后呢 那是施工现场 每天基本上都能建造的 最起码每个项目 不说每天建 每周得经常建造这个胶炉混凝土 而且这个混凝土的泵折 应该说在施工现场 我们都不陌生 当然了 在施工现场固定的那个叫地泵 而那个汽车泵就随着混凝土挂车来的 那叫住那比较灵活的 那也叫天泵 直接交出混凝土 现在呢 那种地泵呢 在我们市政工程这 不是特别多 而是那种泵车 特别灵活的泵车 它比较多 在建筑 建筑工地 那种地泵比较多 它因为比较固定了 这个位置 这些建筑物 当然了 也分情况 你要如果是这种大型的水厂 隧道 那这个时候呢 它交出混凝土的位置呢 也相对固定 所以说地泵也会出现 不管地泵 还是汽车泵 都是一样 泵送混凝土 这个点 还是要留意 它是能够具备考核案例题的 第四是装配式水池吊装前准备工作 有哪些 装配式水池准备吊装 这是构件吊装第一个 咱们得知道 下面基础形成这个杯口之后 我们吊装的整个壁板往杯口中这么一放 将来呢 要将杯口跟我们的这个一块一块混凝土壁板 你得还得浇注混凝土 形成这种刚性的连接 那么这里边就有两个点 一定要注意 第一个 就是我们这个准备吊装的这个壁板 一定得弹上中线 对应杯口位置弹线 这位置得保证准确 第二个得保证后期的整个连接 那保证后边连接怎么办呢 就是你得杯口凿毛清理干净 壁板下边薄毛清理干净 这是最主要的两个知识点 好了 装配是水池 预制构件吊装前 经过复验合格 有裂缝的构件应进行鉴定 这个一般的裂缝就别用了 预制柱梁 壁板构件标注中心线 并在我们杯槽 杯口标出中心线 这个中对中就可以了 预制壁板安装前 将不同类别的壁板 按照预定位置顺序进行编号 壁板两侧 以凿毛应将我们的浮渣 松动的这个混凝土清洗干净 并将杯口内的杂物清洗干净 结合面处应该满足安装要求 好 一个强调的是什么呢 中线 一个强调的将来的连接 当然前期还有验算 第五是本工程中 浚工图附件还应该包括哪些内容 教材原文 浚工图附件包括我们的道路 水池管线 浚工图的浚工纵断面图 还有建筑场地及附近的测量控制点的布置图 坐标高层一栏表 这是必须要有的 当然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水池管线沉降 变形观测资料 工程的定位 检查及我们浚工测量的资料 设计变更文件 还有整个建设场地原地形 原始的地形图 我们前面说过 测量在真正的这么多年来考核案例只考过一次 就是在2019年 那一次考的说实话难度稍稍有点大 别看最后看完答案挺简单 考的是测量人员和配合人员的分工 但是我们测量还有一种考核方式 这种考核方式就是教材原文 那么教材原文 你看关于浚工图附件都应该包括什么 像这种题 它就完全可以考核出来 既考了测量 然后呢又不承担风险 有人说考个测量还承担什么风险 注意测量这个点 你看教材写了那么多 为什么命题人不喜欢考 最主要原因就一样 测量容易把题出错 测量里边规矩很多 而且测量相对而言难度特别大 你就想一想 真正的我们懂技术的 或者说技术的精英 应该说绝大多数都有刚刚进入施工现场 从事测量的这个经历 因为什么呢 测量是把图纸当中的大量数字 到我们施工现场进行放过来 然后做完了之后 做完之后呢 又把一个点一个点 这数测完了 回归到图纸 是图纸和实际施工的一个纽带 是一个桥梁 所以说它很重要 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这么重要一个环节 那么里边规矩也有很多 考试稍有不注意就会出现问题 所以说测量考试 它遵循一个点 一个就是都是特别常识常规的 不会不容易出错 再一个就是教材中列举的这些原文内容 它也不容易出错 所以说这两个方向是我们考试比较容易考到的 而2019年考的是那种测量施工的常识 测量人员与我们配合人员的一个丰工 谁干什么 而我们这种教材原文的 它以前总是考我们多选题后期 有可能以案例题形式出现 希望大家对于这些能考还未考的点 以后稍稍的记一记 好 这道案例题应该说相对而言是管理部分 应该说叫管理部分内容多一些